蘇武社 因為在公開的話講煞無塑 有苦到周辛矮的何君堯 去了北京 露出席了 北京的國慶的國宴 在Facebook 做直播 為薩無塑 社論繼續死策 未講他的內容之前我就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在北京可以上到Facebook 還做到直播呢 文說在這個十九大前夕 或者這個國慶的期間 北京連Whatsapp 都斷了 不單北京好像說全國都斷了 香港人慣用的Whatsapp 在中國大陸這個神州大地 用Facebook向來都不行 這個境外顏色革命的基地 文說 所以就斷了 唯有用VPN 翻牆才用 又說翻牆是犯法的 陸續被封殺 究竟何君堯用何種方法 上到Facebook做直播呢 是不是翻牆呢 那麼他翻牆合法不合法呢 那我就覺得 熟悉情況的朋友的網友我覺得應該 將情況可以 進一步跟大家講解一下我就不懂 好了 何君堯在Facebook直播那裏說什麼呢 他說呢 他就 一直這樣去批評 批評他那些人 他批評他那些人 一句都沒有批評港獨 代表他們支持港獨 他說學生都是受害者 被塗毒了 背後是別有用心的人 將事情無限放大 在香港興起文字獄 白色恐怖 文化大革命 這班呢 小紅衛兵背後的人 就是別有用心 搞這些事情 搞亂香港整體的情況 好令人氣憤 我被那些爛鬼記者 回答了你又不是 還要死問就丟他 他說出席這個國宴就看到 大架局 大氣魄 認為中國的路線是正確的 跟林鄭的說法一模一樣 說底氣 我們作為香港的知青 要開拓自己的領域 沒有理由把自己的視線選擇 搞得那麼狹窄 他說有意在日後 帶年輕人 年輕的同學回大陸看看 知青 何君堯真是不是 不是根正苗紅 如果真正的左派不會亂用知青這兩個字 知青是有來頭的 第一就是他不是青 第二 知青就是什麼知青青年 是不是知青青年呢 我也有個疑問 不過 知青青年就有個 context 就是說文化大革命後期 毛為了要壓制著這個紅衛兵打賊 想燒全國 大亂 用一招就叫做 知青青年上山下鄉 知青下鄉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號召之青下鄉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這些何君堯未必 懂 即是下放農村 讓他們受苦 不在城市搞搞震 壓制這種 紅衛兵打賊上燒 全國動亂的這種 壓制著這股歪風 所以知青這個字 何君堯不要亂用 他就說 他在直播裏面不時提及自己的薩無赦論 他說當時好戲份 不是喊打喊殺 是義憤填空 認為鼓吹港獨的人不能夠接受取締 批評他的人一句都沒有批評港獨 代表他們支持港獨 他就說這些人是包庇學生 大毒冷血 心腸不好 好不對 偽學者一尾就說同理心很差勁 整個香港 有這群人在搞搞震 黃媒就不會說 只是說 殺無蛇 何君堯 你看得到雖然他在這個 接受這個 Michael Giugani 這個清心直註的訪問 都有條件地 叫做道了協 就是說如果我 說的話引起大家 誤道了大家或者一些誤解 我願意在這裡道歉 亦都說他那個 這個律師的資格 執業律師這四個字是守文之誤 現在改正 其實他已經是 已經是低低地 習慣了一局 低低地道了協 但是今次這個Facebook直播 反映到他 其實是 很不服氣 是吧 就是調氣很不順 簡單地說就是調氣很不順 繼續 為自己 說的話 去辯解 你看得到 他說的內容 是吃著上 吃著什麼上 是吃著 港獨 這條水上 可能他會看得到 譬如 無論張曉明在北京 做港澳辦主任李新 或者這個 王志民在香港 繼續都是 講港獨 沒有這個生存的空間 沒有討論的空間 於是 何君堯就覺得 聞到這個政治的 這個風向 有些轉變 似乎港獨 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官員眼中 非常之重視 非常之有市場 於是 他將 他將什麼呢 他將那個打擊面 進一步擴大 大家看到 他整個策略 他不是沒有策略 他有策略 就好像 羅永聰 胡蘇貞 師爺的說法 他都蠻懂得玩 他策略是什麼 他看到風頭科技 他覺得港獨 是一個最重要 最重要的北京官員 是喜歡 你說得很盡的一個話題 於是他就在 會上講 薩毛石 很迎合 很迎合北京的氣候 然後 在整件事發展下來的時候 你看到他什麼殺豬殺狗 他覺得是一個 對於北京來說 是很受落的東西 然後 然後 他受到一些挫折 連建制派都不抱他 他就收斂了一些 但現在又看到風頭 他將打擊面 進一步擴大 就是說 批評我的人 一句都沒有批評港獨 就是說他們支持港獨 這個打擊面無限擴大 所有批評他的人 就等於港獨 你會看到 譬如說 戴耀廷 絕對不是支持港獨的人 即是他連港獨一句都沒有說 不過他說可以討論 那麼你就 在會上 將焦點 港本來隔 戴耀廷 去到 說要對港獨散無射 他受到一些 建制連建制都和他劃清界線割蓄之後 他開始有點修煉 然後看到風頭火勢 似乎 又好像燒上 他就將打擊面 無限擴大 即是 簡單地說 他將所有的批評者 將所有的反對意見 都視為港獨 他覺得這種打擊面 無限擴大 是會迎合到北京的看法 這個就是 何君堯 厲害的地方 問題就是 究竟這條路線 即是打擊面無限擴大 是不是北京接下來的 主推的路線 我不知道 我看不通 林鄭會如何自喘 我也不知道 你看林鄭的表現 尤其是 國慶的宴會上的那番說話 跟蹤習近平口徑 中國的底氣 你不知道林鄭 本來是 想向泛民 伸出橄欖枝 想香港會有一個比較和諧的社會 想政治鬥爭 不會那麼激烈 暫時平息下來 轉移向民生的事務 發展 但是如果 有鬥爭的需要 林鄭可以反轉主套 馬上來 這個話題 我們可以再詳細分析 不過 何君堯聰明的地方就是這裏 他轉得很快 他轉這個態 對還是不對呢 我不知道 因為 中國的政治 影響香港的政治 實在 太複雜 這條路是怎麼轉 彎是怎麼走 沒有人 事先 可以 預測得到 只有機會主義者 賭徒心態的人 用一種 拼一拳的方法 可能拼贏 可能最後 輸個青光 如果大家想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就有意外的方法 入來這個網誌 是我的網誌 你就會見到一個月定計劃的按鈕 當然你要有PayPal 也可以用PayPal 一次過去支持我的 還有 如果你說要入 去我的戶口那裏 你的戶口號碼的話 你可以用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這個滑線支票寫我的名字 寄去以下這個地址 中英文都可以 在這裏我很衷心地感激 多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請繼續收看 心直口快